你不知道房子不是一点高啊 我打分最高的是高性价比的那个住房 德州对我来说是满分 我觉得就是我加州生活的写照 让生命在等待 这里显示加州的房地产中位数是75万 德州的房地产中位数是37万5 差别很大 然后我现在是对等的两个学区都非常好的城市 就是加州的尔湾和德州的弗里斯科 尔湾问题是我找不到中位数附近的房子 我想找一个75万的房子 没有 最后我能找到最便宜的房子 已经超过100万了 所以我只能在德州也找一个100万的房子去比 咱们达拉斯这个大区 达夫地区的话 100万以上的房子那是很豪的了 那我也想看看在加州100万以上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呢 所以现在在我这边我能看到的这个是在尔湾的一个110 一十一万五千的最近刚刚卖掉的一个房子 我这边呢是找了一个在我们同等学校质量的Frisco的一个样板房 现在估计可能接近100万了 比这个还便宜点 对 看看它的具体数据 这个房子是1860尺 相当于就是160多平方米 感觉跟国内的apartment差不多呀 我们这个是一个豪宅啊 4000多尺 是个5G室 不是一个量级的 对 我这也有四个房间哦 虽然你看房子面积不大一千 800多尺 但是有四个卧室 四个卫生间 我这个是5G室 四个洗手间 然后有多功能 应饮清 还有办公室 哇塞 所以它的living space是比较多的 就是大家生活的区域是比这边多很多 这边虽然可能房间多 但是估计没有什么 除了一个主要客厅 估计没有什么其他的位置 而且可能房间还比较小 你们那边HLA是多少钱 这边是254块钱一个月 这边就是62块5一个月 这个差别很大 也是每个月的月工 还是非常有差别的 对通常来说这个 它这个是 我这边这个是townhouse呀 townhouse一般它的那个HLA费料高一些 对在这边也会高一点 而且它没有后院吧 一般townhouse都没有后院 没有前后院 基本上只有侧院 首先你一进门 你看我们这边有个正餐厅 你那边有吗 我那边就有个小餐厅 这个客厅旁边 我就说跟中国的这个apartment很像嘛 就是这个进门 它这个一个小客厅 旁边一个小餐厅 都非常的compact 都非常紧凑 你再看看厨房 很重要 我看我这厨房长啥样 有些 就那个 就在小饭厅连对的 旁边对 都看不到了 没有一个专门的照片 放厨房吗 就这样子 不知道里面用的什么 什么厨具啊什么的 还是是不锈钢的这个 你看我们这边就是这个炉灶这一块 就是一整面的升级厨具 你看看这个抽油烟机多么漂亮 对我知道现在样板房 这个island多么的宽敞啊 就是说你在它这个island这边 就可以做一个小饭厅吃饭了 然后你看看我们的客厅 差别太大了吧 你看我们这个挑高的屋顶 这么多的阳光充沛的窗户 你们那边是啥情况 这边就一个落地 落地推拉门 你看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 这是楼梯 楼梯上面这才是客厅和饭厅的 那它这客厅在二楼啊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 在德州住了太久 习以为常了 在加州的房子和德州的房子的 结构和布局是非常不一样的 加州像因为它这个每个地块非常小 像townhouse 它一般是三层楼的 第一层是车库 第二层是所有的公共的区间 比如说厨房啊 客厅啊 洗衣房都在一起 然后卧室一般在三楼 所以如果你是有老人家的话 这样就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加州过来的人呢 都习惯他说 他们要找主卧在二楼或者三楼的房子 我们这边95%以上都是主卧在楼下 跟别人分开有自己私隐的 自己的空间的房子 所以德州95%以上都是主卧在一楼的 这确实太麻烦了 我要洗个衣服 我得跑几层楼啊 你要吃个东西 大家都得到二楼去 我要少拿了 比如我正在洗衣服 我少拿了一件 我又要楼上楼下到处跑 真的是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当时那个townhouse就是这样三层楼的结构 非常非常普通 非常常见的 因为他要充分利用这个很小的空间 所以只能往高建 老人家只能住在住在那也没办法 他有些时候车库旁边有个小房间 小卧室他就住在一楼 但是他这个厨房在二楼太麻烦了 因为我们每次shopping回来 买什么菜啊 什么好东西 还得踢到二楼去 没有电梯你得踢到二楼去 哇那个工程量太大了 大家都接受这种生活了 没办法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院子 前院就不用说了 他就是这种所有的漂亮的绿化和园艺 就是一看我们叫做curve appeal 你那是啥呀 我那可能没有吧 你前面就像一个集装箱 就这样 有一点点差别太大了 这哪是百万的房子呀感觉 可能加州就比较百万吧 在我们这儿的话 在Frisco这种房子估计能卖多少钱 四十五十万吧 四十万 我们去年在Allen买了一个 学区也不错的townhouse 感觉比这个气派多了 都不到四十万 是 确实那个对比 太大了 所以说值得思考的是 就是自己追求的生活到底是什么 对于家庭来说 可能我更追求的是 就是整个家庭生活的这个感觉和氛围 德州这边能提供的房子上能提供的就更多更全面一些 我搬到德州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感受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从加州搬到德州那么好的地方 我直接的感受这个德州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养孩子过日子的地方 你每天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加州的不仅是压力 而且你的空间也是压力的一种 这么小的空间或者根本没钱负担自己可以买得起的房子 然后跟孩子整天在 塞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也是很容易制造各种矛盾的 不仅是和孩子的矛盾和夫妻之间也有可能有矛盾 所以难怪有这么多人从源源不断地从加州往德州搬 德州社区人文化 当然这个地理上的有山有水有河流了 加州我们这边是没法比 你这个小区多好呀 你这个小区就又有湖有沙滩 然后还有当游泳池就不说了 健身房 健身房这些都是你们这个大型社区的基本配套 然后还有餐厅 我知道 因为我在你们这个餐厅买过东西吃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社区的配套也是非常好的了 这个是现在德州的一个非常人文化的新趋势 我是很喜欢的 不仅有刚才你说的这些 还有最让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 它小区里面就有小学 我两个大孩子都是走路上学 从三年级开始就直接自己走路上学 走路回家 这里是我的家 位于北达拉斯发展最快的城市 Selina 我三个孩子就在附近上学 先发现 也砍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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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找到事业和生活的平衡点 说到宜君 人们最看重的自然是房子 尤其是在家办公成为未来几年去世后 人人都想拥有宽敞的客厅 具备豪华雅座的影音室 可以养花养草的院落 做得了大餐的整体厨房 看得见风景的大落地窗 以上种种这种在加州无法实现的居家梦想 在德州真的只是小case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 加转发哦 下期见咯